好 各位奇友大家好 那这么起是今天7月30号 进行的第五届中国围棋王中王争霸赛 总决赛 由黑方李轩豪对战白方王兴浩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之前在这个小组赛的时候 李轩豪就已经战胜过王兴浩 然后王兴浩又从败者组 重新突出重围 最终双方在总决赛 再次相遇 我们来看这半棋 开局 双方都选择新小木 然后李轩豪单关跳手脚 熟悉宣公的起 我都知道这个是他直黑 最长下的布局 白棋这个小飞手脚 金毛流 黑棋挂完之后 尖冲 然后白棋上方逼住 黑棋左边拆散 接下来白棋右下点脚 走完之后黑棋斑断 白棋打吃 黑棋反打完之后 沾上选择了一个最为普通的定型 白棋拆边 基本上也只此一手 限制黑棋 黑棋上边挡住 想要发展这里 就是意思如果说白棋贴起 黑棋可能就直接夹过来了 拆肩夹 效率很高 实战 白棋现在右上点脚 黑棋冲 白棋斑 那这个地方 黑棋一般来讲 都是会选择 沾上 搬的话呢 稍显过分 我们来摆一下后续的这个变化 还是比较复杂的 白棋可以沾了之后冲 等黑棋搬 白棋断 黑棋贴下去之后 白棋可以断打完之后 爬这个 那这样的话 黑棋打持 白棋夹上去 黑棋打 关键就在于白棋 左下角有引针的子 这个地方白棋针嘴有力 那针不掉 白棋 黑棋只有往上立 分段 白棋可以尝这个 尝这个呢 黑棋如果说提 那白棋就可以弃子 直接尝了之后 跳架 黑棋因为 和白棋同为四口气 那黑棋只有这个斑 这样白棋外边粘 再粘都是先手 将来一路打也是先手 这形成一个弃子之后 明显白棋好 接下来就可以 着手来攻击黑棋 左上这两颗子 这个吃子的话 黑棋是不能满意的 所以说如果走成这样 黑棋要并一个 防止白棋封锁 白棋还可以继续靠出 这样黑棋搬 白棋可以断 打的话白棋就成 打上面 白棋可以断这个之后 把这颗子跑出来 黑棋冲 白棋搬出 看上去好像有这个双打吃 对吧 黑棋断打 但是白棋局部 有这个先打的描手 那这个棋 黑棋是不太能 跑这两颗子的 如果跑的话 白棋这一粘 马上要真吃 黑棋右边三颗棋筋 但黑棋拐打之后 白棋可以再把 这两颗子给拽出来 这样黑棋上面棍子 只有两口棋 当上阵亡 所以说 如果走成这个 搬下去的变化 黑棋将来就 很难处理了 实战 黑棋站在这 白棋选择联络 这个棋为什么 不虎进去活脚呢 因为虎的话 其实外边这个头偏软 被黑棋这一靠 白棋是非常难受的 你搬 黑棋反搬 你沾上他沾 那黑棋上边 直接掏出来一块安定了 将来脚上 白棋不走的话 被黑棋直接 打了再搬 白棋局部是不活的 白棋如果藏这个 黑棋可以搬下去 你夹下来的话 黑棋可以继续打 这个地方做节的话 白棋没有什么前途 这个节才也不是很多 而且黑棋还有一个 沾的这个本身节 如果说走其他地方 比如说下方点次 左上贴 想要在此造节才的话 那黑棋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他直接把右上脚一提 等你在夹过来的时候 黑棋继续 比如说靠压之类的出头就行了 或者说靠了之后断腾膜 这个都是黑棋 很容易去处理的一个局部 所以说考虑到黑棋上边 有一个非常严厉的靠 或者说碰 白棋实战连回 把这个头变硬 黑棋断打 之后白棋二路 电刺 这个棋也是一个基本场形 就黑棋只能坚定 你如果说拖肩的话 白棋上面有一手跑 这样你再打白棋再长 两边一拐 那白棋总能走到一个 黑棋明显不好 所以说实战 黑棋坚定 白棋上方 拆肩胛 黑棋搬 白棋大飞手脚 这个棋 白棋为什么不跑这颗子呢 因为跑这颗子的话 被黑棋这一挂 首先你的这个木树就亏了 那白棋得手脚 等你手脚之后 黑棋往上一虎 他这个棋是非常有弹性的 白棋即使往二路守了一个脚 仍然露着风 上面黑棋随时可以跳进去 搜刮 而且如果说你现在拐下来 首先黑棋外边可以出头 这个是一点 第二点 黑棋上面靠了之后再一虎 这个棋型是非常有弹性的 白棋根本 没有杀的可能性 反而还会遭到黑棋的搜刮 所以说这里呢 白棋这颗子就看轻了 实战大飞手脚 黑棋打吃 白棋尖三三 当然这个地方 卡拉扣给的一选 是白棋挡下去 这样黑棋虎一个 白棋可以搬住 网星号之所以没有这样下呢 可能是觉得里边味道不太好 就有可能黑棋以后会有这个夹的手段 白棋打黑棋 如果在节材有利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开节 利的话呢 黑棋可以断 这边确实比较麻烦一点 剑拆三的话呢 稍微让一点目处 但是至少味道比较好 不过这个地方都不是什么特别关键之处 接下来黑棋左下尖 因为考虑到白棋左上这里已经比较坚固的一个形状形成了 黑棋再不走 将来这个左边的打入这个拆三是非常严厉的 所以说黑棋也尖一个 之后白棋底下 小飞 黑棋打入进来之后 白棋点刺 那这个棋黑棋也只有沾 一般来说 什么情况下可以不沾呢 就是底下比较空 黑棋可以拆出去 不怕白棋断 两边可以分而置之的时候就拆 但你现在这个底下已经有白棋小飞的子了 所以说你再拆是比较过分的 白棋咔嚓一段很严厉 那黑棋就老老实实沾上 接下来白棋飞针 黑棋二路飞 其实走成这样一个棋型的话 黑棋局部已经活了 就是因为如果白棋仗尖顶团住 黑棋底下大飞的时候再一尖回 那妥妥的获棋 你尖 他沾 因为这个地方黑棋只要往上一顶 那肯定是活的 你这个比如说夹一个渡过 首先黑棋底下这个尖了之后 打有一只先手眼 已经有只眼的情况下 比如说这里穿一个 对吧 挤一个随便活 外边白棋还得再补断 这个已经杀不死 你要是先顶 先顶的黑棋盗扶也是活棋 你这个夹了之后渡过就回不去了 实战白棋是尖顶 手脚 那黑棋继续往里跳 为了防止黑棋靠出 白棋压住联络 同时封锁 黑棋二路肩 白棋挡住之后 黑棋局部脱前 往右边围在五路 底下这个棋依然是活棋 如果说白棋二路点次 再顶的话 那黑棋长一个 如果说白棋搬 沾 黑棋团 白棋挡 黑棋再搬 白棋搬进来破颜 黑棋打吃 再搬 再破颜 黑棋就提一个 你也是杀不死 因为你要是直三点中间 黑棋最简单的 外边一冲 白棋挡不住 你拐的话 等黑棋再断 打的话一尝 你虎着一个 黑棋直接从这就冲出来 白棋烂掉了 或者说靠断也行 你要是退一个 那被黑棋一冲一断 白棋沾 黑棋也成一个 那底下白棋这三颗子 气也非常的紧 你跟黑棋杀 也不太能杀得过 所以说这个棋 其实走到这 黑棋就活了 当然如果说白棋外边 以后这一带有子的情况下 把这个外边冲断给补了 那黑棋局部也得补起 始战白棋右边大飞 第二个 因为这个里边 你直接进去就比较过分 黑棋周围的比较厚 第二个 黑棋肩 白棋再往上跳 从上下两边 同时压缩 黑棋右边模样 然后接下来 李全豪下出了 超越AI的一手 就是这一手 掉 这个棋 首先从卡拉钩的角度来讲 基本上就是劝黑棋 在左边这一带 比如说拆个一 或者说大飞 要不然碰 就基本上在这一带行棋 因为你这一带 比如说拆个一之后 白棋这个打入的严厉性 也就大大降低了 哪怕黑棋压住 你搬回去 这个黑棋的根据力 也是足够做活的 而且上面这个棺子 本来就便宜 将来还有二路肩 建完之后 还有一路搬毡 所以说这一带很大 决议的前四选里边 三选是黑棋往这儿先飞 然后如果说白棋左边拆 黑棋这一带交换完之后 再考虑从这儿去掉一个 但是李全豪实战 是直接下出了这手掉 这个棋什么意思呢 首先把白棋中央的这个模样 给他打穿掉 白棋飞 黑棋压住 白棋贴回 刚才我们讲的 只要白棋底下这个段给补了 那黑棋下方的这块棋 就必须得 想活命值得补齐 但黑棋高就高在这个地方 他不补 他直接顶回去 那这样一连串的交换 不仅是把白棋中央的潜力 给破坏掉了 黑棋自身还扩张了不少 这一代越走越厚 那这个地方亏了 白棋肯定要从下方找回便宜 点刺杀棋 黑棋脱了之后 白棋搬 黑棋虎一个 白棋打吃完之后 再沾上 那这个局部呢 黑棋肯定是活不了 比如说你单沾 那白棋挤一个 你再沾 白棋度过 你再拐下去 白棋沾 黑棋无论如何只有一只眼 最终还得想办法从外侧突围 实战 黑棋也直接来 靠一个 白棋夹一个 再沾 白棋挤了之后 度过 这也能看出 为什么之前白棋 左边要选择坚定手脚 因为提前形成一个老虎口 把这个断链给补上 也是为了杀棋做准备 接下来黑棋底下拐住 白棋沾 黑棋长 白棋拐 黑棋再断 然后白棋连会 之后黑棋拐在上面 先不管底下这里的双方对杀 结果如何 黑棋中央这一带 可以说越走越后 之后白棋底下 爬一个紧气破眼 那我们来研究一下 这一带的对杀情况 因为实战 黑棋就直接脱签了 说明已经把这儿给算清楚 这个地方 不管黑棋是沾也好 还是这个挖沾也好 其实都一样的 你先沾白棋走 你依然可以挤在这儿去收气 我们就看这个沾的变化 沾白棋倒 你收气 他沾 你再收外气 白棋爬一个 你再沾 双方就互相收外气 收外气之后 黑棋这里长 白棋紧气 扑了之后再掐 白棋再紧气 再走 白棋再紧气 最终是黑棋 卖一气被白棋杀掉 但这个地方明显是黑棋转 为什么 首先白棋收气吃 吃掉几颗子呢 13颗子 13颗子也就26亩 吃的都是一些干子 白棋要收气 二十几木棋 那黑棋获得了什么 获得了中央这一代 铁后的一个后市 而且其实一些细微的地方 也有便宜 比如说右下角 本来黑棋这儿有个段 我甚至于以后局势不利的时候 都可以搬在这儿 跟白棋强行拼结 只要打赢这个结 我再打进去 白棋只有挡住 形成打结活 对于白棋脚上都有搜挂 而且黑棋中央的潜力 一步一步的在扩张 所以说这一步棋可以说是 刚才黑棋的这首掉 可以说是超越AI的一首 它并没有往中间飞 多浪费这一首 而是选择把下方 本来活的棋给走死 主动选择一个弃子取势 让白棋受气吃 然后黑棋直接进营 中央这一带的模样 这个位置因为黑棋比较厚了 我再围的话 就不可能飞在这儿去围了 而是选择上方向不飞 去大围 可以说李宣豪 对于这个全局的理解 经常会出现超越AI的这种情况 这个地方下的是太漂亮了 而且需要非常大的一个胆破才行 在这种大赛的总决赛 能够做出这种判断和选择 非常人可比 接下来白棋上方肩 黑棋跳住 把这儿全部围好 白棋再往天元去掏空 这个时候黑棋底下碰一个 白棋收气 黑棋打了之后 交换完 再往上跳 这个也是AI的一选 然后接下来 王信号出现了判断失误 这个棋 因为白棋上方 这个拆二被点了之后 有个二路飞的棋 实战也能看到 所以说AI的建议呢 是白棋肩在上面 这样的话 黑棋这个点了之后 飞就不成立了 会被白棋冲断 同时这手小肩 也起到了搜根的作用 这样黑棋左上角这块 其实是没活干净的 这部棋本身就很大 关系到木鼠以及后保 中间这里的超大飞 虽然说被黑棋一手棋 会被分断 但是只是吃掉里边这颗子 价值比较有限 白棋获得先手之后 又可以往左边 抢到这手非常大的拆一 进而继续威胁 黑棋里边的这个打入问题 让整块棋都不活 所以说上边这手肩 加上左边这手跳 两个价值加起来 是要超过中间这颗子 被割下来的价值 这个是白棋正确的一个判断 实战白棋往中间飞 那就小了 这时候飞 首先你的联络 还是没有完全得到保障 白棋的想法呢 就是威胁黑棋上方 这个小跳 旁边有一个这个冲断的棋 但是这个棋 黑棋暂时不用管 接下来黑棋直接动手 往上方点刺完之后再飞 因为你不可能挡 挡的话直接被黑棋冲断了 那又损了 战之后 黑棋 飞下去 白棋如果说压住的话 那很简单 黑棋长了之后爬回 你这个是扳不断的 那白棋 根据力被搜刮掉 这块棋不活 中间不活 直接被黑棋缠绕 很有可能 要死一块 所以说白棋只有硬着头皮倒 然后黑棋再贴住 下一手棋 白棋选择的是 这个长肯定是不成立的 长的话封不住黑棋 黑棋可以冲了之后挡住 白棋如果再冲 那黑棋打吃之后沾上 这样白棋上边这块不活 这根棋子只有从这儿下出来 那黑棋就可以放你联络 他冲一个 你尝一个 他再冲 虎的话就搬 白棋里边 生死未卜 就算白棋里边活了 那外边 中间天元这个子 上边白棋三颗子 基本上也就无疾而终 白棋并没有获得任何的便宜 反而还亏了 所以说这个棋实战 王信号选择挤一个 黑棋断打之后贴住 白棋再顶 可以说自从底下这里 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棋子之后 黑棋掌控着局面的优势 因为中间的这个潜力实在太大 一直下沉正 黑棋也可以把刚才的这个 底下大龙被杀 付出的成本给收回来 就是搬死上面白棋两颗子 因为他这个拐住没用 黑棋搬 他打直接从底下搂包一圈 白棋是会被滚死 这个棋 黑棋把这儿给变现掉 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白棋中间搬 你就让他连回 你把这儿一顶 右边的冲断补掉 让他单关连回之后 再抢占左边的这个大关子 而且中间这里搬 白棋还要面临被黑棋分断 这样黑棋还是 可以把优势继续保持下去 实战黑棋倒 被白棋往上一跳 那等于说盗嘴的肉 又被白棋给吃回去了 这样黑棋目处先亏 那黑棋想干什么呢 想把上面走后 并且振得先手之后 阵头来强杀白棋中间 这个可以说是 宣公目前唯一的一个缺点了 就是有时候 顿起杀心 搞不好会走亏掉 所以说这个时候 白棋大概从刚才胜率接龙 回到了差不多二十几三十的胜率 局面再次接近 因为这个很难杀 接下来白棋靠出 黑棋先往底下沾 刚才我们讲到黑棋沾肯定是个先手 之前只是慢一气 白棋得补 接下来黑棋斑断 长一个 白棋往中间 冲完这 再往左边断 黑棋沾 先手 白棋双猪 连回三颗旗径 那接下来 黑棋选择的是 往里边去打 这个棋如果说 黑棋从外边打贴住的话 那也做不到全肩白棋 因为白棋断 黑棋这三颗子被包住了 你要想突围的话 那只有这样打了之后再打 再打 白棋可以右边先拐打 你比如说凑个料子 你这样打白棋就跑 你再沾 白棋可以沾上 等你在冲的时候 白棋可以打吃这颗子 因为这颗子黑棋不能跑 你跑的话那很简单 白棋就这么一打 抱持 就活了 因为你在打白棋沾嘛 底下的联络 中间提掉有一只后手眼 所以说反正你从这打 也做不到全肩白棋 那黑棋干脆从里边打 白棋闯一个 下一手棋可以说是宣公 这盘棋为数不多的问题手 就这个棋怎么样都应该贴 因为贴的话 基本上白棋也只有棋到中间了 他打黑棋完全可以长 这个没用 往外边长 黑棋再一长 就把中间全部侵吞 这样白棋跑上面的棋筋 黑棋猴回家 左上角这块肯定是火的 中间白棋挤一个 扳住 黑棋冲了往里边 白棋沾 黑棋还可以抢占 左边的这个差异 这个棋 黑棋获利就太大 中间也大吃住 左上角也能活棋 左边的这个 算是最后一个小的大厂 又被黑棋抢到 那黑棋绝无不满意的这个可能性 依然是黑棋优势 但实战黑棋并没有贴这一步 而是选择往上扳 这步棋徒生变数 可能觉得白棋这个时候必沾 然后比如说黑棋就算不贴 我往这拐一个 加一个 等你断的时候 我就贴回 这样白棋断 黑棋吃三颗子 白棋在里边 就算有这个打吃的先手 依然很难活 因为像白棋如果这里打 黑棋跑 再打再跑 你再打 黑棋沾 你这个里边活不了 虎一个做眼 这个已经是眼尾的要点了 黑棋搬进去 你断 夹一个 破眼 你肩顶的话 它沾 你怎么做眼呢 走这儿 它虎一个 破眼 右边先挤也没用 先挤黑棋沾一个 对吧 你要是挤在这儿 黑棋打了之后 这个冲进去 你团住 这个眼做出来了 左边的眼又被黑棋扑掉了 右边也活不了 那白棋如果虎一个 黑棋就打吃 挤住 这样白棋 这个中间的尾巴 基本上要掉 因为你打黑棋沾 已经在打吃四颗子 沾这个 断这个 你沾这个 体掉 那白棋一直也没有 这个肯定是要死的 白棋最为顽强的下法 中间不要了 右边打吃 黑棋沾 白棋倒虎 这样黑棋就 二路跳 把你这个根据地给搜挂掉 然后白棋只能从一路 搬 断 跟黑棋拼这个结 形成一个打结果 但是只是一半的棋打结果 而且直接影响到脚上的死活 黑棋周围全部提通的一个情况下 白棋可能劫财都找不到 况且黑棋底下收气 只要收一口 白棋都必须要跟着走 都是黑棋的劫财库 这个结 白棋打起来也打不过 但是呢 黑棋这个地方出现了误算 就是白棋这个 现在不一定着急去沾 这个班并不是一个决心 实战被王星昊抓住机会 这个冲完之后断打 然后黑棋的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出现 就是这个地方没有去沾 这个棋还是应该沾 沾的话也不要怕被白棋断 因为黑棋有这个尖顶的招 走这尖顶的话 白棋斑是封锁不了的 因为黑棋有这个蛙 蛙的话你走这 直接断上去就形成一个倒铺了 打的话被黑棋冲出来 那这个中间也得死 中间死了 你把这个花 而且黑棋还可以掐在这儿去补齐 让你没有眼 白棋如果把这朵花跟底侠联络 那上面三颗子也要被黑棋吃 就等于说黑棋又能吃这三颗 又能吃里边这一大块 两不误 那如果白棋走这个呢 尖一个黑棋靠 你再抱吃 那黑棋就沾 这个棋一样的 吃右边 然后白棋如果沾上面 黑棋还可以打到这儿贴住 再把三颗子一抓 那怎么说都能吃两块 而且吃到上面三颗子起筋的话 黑棋全部连通 左上角的死活也不用烦了 对吧 白棋底下还得后手拐一个补齐 黑棋再去抢沾左边这个大场 那这个棋也没有什么变数了 实战这个棋 黑棋没有沾这个 而选择右边沾 右边沾等于说中间始终还欠了一首 这儿沾多花了一首棋 被白棋上边沾之后 你再沾慢了一拍 那这样的话 白棋上面这三颗 起筋就可以跳出了 这个地方少吃白棋三颗子 是影响非常大的 所以说胜率再次被白棋追赶上 差不多现在白棋 双方要这个五五开了 从胜率上来看也是如此 所以说黑棋在中间出现了两个失误 一个是没有贴 一个是沾的位置 多沾了右边这一下 明明被断 就不是那么严厉的情况下 你多沾一个浪费一手 被白棋三颗子逃出来 局面接近 接下来黑棋往前跳 白棋冲黑棋冲 之后白棋往上贴 这个里边打的话倒是还好 打的话黑棋就跑就行 这个没什么 接下来白棋左上贴住 黑棋提 而且被白棋这一跳 你没吃掉三颗子 不仅是损失了这儿的牧鼠 被白棋一跳 黑棋整个左上角 现在半死不活 这个是白棋全盘 最佳的一个杀棋的机会 接下来黑棋往脚上去挤 但是王兴昊 接下来出现一个 最为致命的失误 使得这个刚刚到手的机会 转瞬即逝 这个棋白棋应该走哪 应该强硬的搬进去 因为黑棋如果团 白棋一扇 首先这个段不存在 对吧 这个段肯定是不存在的 黑棋上面这儿只有一只后手眼 也活不了 那黑棋如果被搬在这儿 只有强行断 跟白棋硬杀 白棋可以打完之后立下去 因为你无论从哪边针 这个都针不掉嘛 不存在这个针子 对吧 黑棋最多也就是飞在这儿 出头 白棋打 然后黑棋冲了之后 等你沾的时候白棋断 你把这颗子连回来 白棋虽然说左边有个倒铺 但是不是现在去补 现在补的话被黑棋建在这儿 他的这个气是要比白棋这座花的气要成的 这个白棋不行 杀不过 那这个时候白棋就可以仗 冲上面 提掉 黑棋左边虽然说有个倒铺 双打吃 但是白棋只要把这个子一沾 黑棋也是回不去的 提掉的话也可以铺 是假眼 那这样黑棋只能吃上面 打吃 白棋可以断完之后 形成一个结针 双方在这儿形成生死结 当然白棋也不用害怕 左边这里的断 各种结彩 断完之后黑棋尖回白棋再提 黑棋虽然说左边跑 也有本身结在提 但是白棋像中间这里的贴住紧气 对吧 黑棋长将来白棋再紧气 因为中间打吃之后再打一气收 包括左边 比如说这里的挖之类的 本身结肯定要比黑棋多 黑棋最多也就是 比如说这个 这个跑 对吧 跑了之后提 提了之后可能 再去扑 也是损这个气的 黑棋最多也就是这么几美 白棋这个地方冲出来 什么挖了 什么打吃滚打包 之后再搬各种节材 所以说这样来看 白棋是非常有机会的 如果说能把这个棋打赢 把黑棋左上角大龙给杀掉的情况下 那这个棋就说不清了 很有可能黑棋会找底下的紧气的解材 双方形成一个巨大的转换 那这个中间白棋也可以四级去逃跑 所以说这个是白棋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是强杀搬进去 实战白棋怂了 走的是这个盗虎 那被黑棋这一团火起了 你再搬 黑棋团住 你再沾 这个时候是轮到黑棋的先手 本来这个地方 盗虎这个子是可以省略掉 去破黑棋的眼 现在被黑棋这一沾 让黑棋火起 因为你在刺没用 刺的话黑棋立 你在搬破眼 有了这个一路硬腿之后 黑棋这儿搬要反杀白棋了 你肩领的话 他爬回 打吃的话沾 你上面这个断不入气 这个要反杀 你如果直接赤子也没用 直接赤子这个 或者说冲一个赤子 赤子的话 黑棋最简单 往这儿一拱就火了 你要肩破眼的话 黑棋挤了之后 冲吃这三个子就行 这个怎么样都火了 那白棋措施了一次 非常好的一个 打结的机会 之后白棋往右边冲 黑棋搬 那这个时候 黑棋重新回到九十几胜率 因为这个地方断打 打吃也根本没棋 白棋不入气 实战的白棋往中间 长一个黑棋 飞出分段 那现在白棋也是 孤注一支了 想把中间这个给逃跑 靠出 黑棋尖 白棋这个地方 不管走什么都没有 比如说你先长 再跳都一样的 黑棋尖 你冲 他挤 你沾 他断 就等于说白棋 可以让你这个中间 回加一部分 但底下两颗子被 黑棋割断的话 他这个大龙棋子回身 那白棋目数显然不够 实战白棋是单飞一个 黑棋虎在这 这个长都没长到 白棋长 黑棋尖 走到这最后一手 白棋认输 因为你在冲 同样的黑棋可以这样 最简单挤 挤了肉断 把底下两颗子一吃 大龙一复活 结束 白棋空不够 或者说黑棋更狠的 直接挖断你 他也不要去复活大龙了 挖断之后 逼着你去沾上补棋 他再连回 白棋往上搬 黑棋沾 关键是你这个双板凳 中间活不了 左边这个跳下来也没用 跳下来 黑棋这个冲了断打式先手 等你沾上之后 再从这儿打 你接不归 你只有提 提到之后 黑棋还可以再从这儿打 你沾上 黑棋要是稳妥一点 因为这个鞋也已经飞了 他可以直接断打 这个就是引起不到势 这样吃通白棋也可以扔了 更有胜者 黑棋还可以立 这个还是卡拉扣一选 对吧 因为打这个 毕竟被白棋打了之后 这个关子还有一些便宜可占 他立连这个便宜都不给你 但你沾 他直接一路飞去收棋 这个好棋 白棋扳 黑棋虎 尖顶的话 黑棋挡住 你沾 他可以往脚里去 一路肩长气 等你紧气的时候 他再往脚里跳 这样的话 先把白棋的脚给打穿掉 你吼一个他沾 你挡下来 黑棋直接扳沾 你再立 黑棋沾 再拐 黑棋再沾 里面形成一个双火 虽然说黑棋少吃了这么一点点的木 但是把白棋脚上给打穿 那黑棋也是赚的 所以说走到这个黑棋尖的时候 白棋看清楚就直接认输了 那这盘棋可以说李宣豪100分的话 打分可以打到98分 发挥的是非常出色 关键就在于 底下的这个 活棋 故意走死 掉一个 选择弃掉这一块 去围这个不确定性非常高的中央这块空 这个走法太有胆破了 太漂亮了 而且实际的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完全超脱了这个AI的思路 比AI这步飞 再去底下走 可以说是领先了一步 AI是吃的小 黑棋实战是走后了之后 直接大大尾 再到后来这个地方 上边动手也是非常严厉的 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上面这个吃 可以直接吃掉 把局面给简化 再到后来强杀白棋之后 这个中间的这个贴没走到 除了这个贴之外 这个斑稍微有点瘫 中间的这个 断打这颗子 你可以站在这 因为这个断黑棋可以尖出来 根本不怕 除了这几步 其余的发挥 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 王兴浩 在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机会的时候 左上角这个斑 没敢下出来 如果说形成一个生死结 那这个棋真的不一定 实战白棋一步手软 导致这个棋彻底的堕入深渊 被黑棋活出来之后 白棋已然无力回天 之后白棋拼死一搏 想从中间 左下杀出一条血路 但是黑棋也是很巧妙的利用 底下最后死子的一些残余的借用 让白棋 活也不敢活 气 那明显是更不够 最终 这个止步于此 这样的话 也是恭喜 宣公获得了本次 王中王 总决赛的冠军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我们要为这个宣公喝彩 好 那这半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